在疫情期间美国人是如何度过一天的 女人今天要挑战骑行三万公里 可刚出发就遇到地震 她停下来回头一看 我的妈呀 洪水如同猛兽般向她袭来 女人拼命蹬着自行车 可还是没能逃走 原来地震导致大坝墙体开裂 数以万吨的水倾泻而出 公交车被巨大的冲击力撞飞 直接飞进了高楼 另一边女人从黑暗中醒来 拨打了求救电话 可因为地震和洪水的干扰 接线员无法定位到她的位置 接线员问她附近有没有什么标志 女人抬头一看 墙上写着SS 根据推测女人被洪水冲进下水道 附近应该有个闸门开关 只要打开排水就能锁定到位置 走了两步果然发现开关 可外面的盖子却被锁着 如果不能离开这里 下场只会被淹死 接线员提醒女人 尝试用修字行车的工具打开锁头 可女人拼尽全力敲打锁头 结果还是杯水车薪 她绝望地嚎啕大哭 她不想死 原来就在一个月前 因为疫情 家人一个接着一个被夺走生命 家里只剩下了她一个人 她也想过离开 可当看到丈夫留下的自行车时 她想通了 她知道天上的丈夫和孩子们 希望她活下去 于是她买了一辆自行车 虽然一窍不通 但她依然尝试自己组装 她每天都会骑行很久 让天上的家人知道 她有在好好生活 接线员让女人不要放弃 说家人们肯定也不希望看到女人这样 女人赶紧打开盖子按下开关 闸门打开排出积水 地图上也出现了信号 随后救援队赶到救出女人 疫情终会过去 让我们静待春暖花开 请不吝点赞订阅